夜门关外 阿子带着肖峰跳下了悬崖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已经魂归地府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在地上图形的人 原来此人正是逍遥派的逍遥子 当年逍遥子挑选传人只看长相 并不看中人品 所以他千挑万选的弟子吴牙子 在学成武功后 与师妹李秋水合谋毒杀师父逍遥子 并将他打下悬崖 逍遥子虽然没有死 但却终身无法再用双腿走路 此时刚好被李秋水的妹妹李沧海看到 李沧海悲痛之中离开逍遥派 从此杳无音讯 正所谓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多年后的吴牙子也遭到报应 被徒弟丁春秋打下悬崖 此时后化 逍遥子救下阿子和肖峰后 用天香豆蔻保住了肖峰的性命 并用失传已久的化阳针法 为他治疗 无奈肖峰伤到心脉 只能勉强为他续命三年 阿子与肖峰就这样度过了三年快乐的时光 在这期间阿子生下一子 取名为肖炎 就在肖炎出生后一年 肖峰终因就患复发而亡 阿子将儿子托付给肖瑶子后 再次殉情而死 15年后 肖炎长大成人 他在肖瑶子的调教下 成为一名文武双拳的侠客 就在肖瑶子即将驾鹤西去的时候 肖瑶子将自己所心创的两大绝学传给肖炎 一个是在北明神功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西功大法 此功法不再靠皮肤接触 而进行西去别人内力 完全可以隔空西功 另外一个就是集天下各门各派武功所长 而创出的金刚不坏神功 此功练成后 可刀枪不入百毒不侵 任天下什么武功都不能伤其分毫 肖瑶子临终之前 告诉肖炎练好武功后 一定要帮他清理门户 杀尽天下肖瑶派弟子 三年后 肖炎神功大成 出谷准备为肖瑶子报仇血恨 杀尽天下肖瑶派弟子 不知道肖炎是否可以敌过虚主与断育 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后续小编会继续更新故事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